現在很流行有一個潮語叫聲叻,我不知道局長是否懂解釋 其實這份報告就是港台聲叻,但又不是諮詢文件,因為你說了是決定 剛才你很強硬的態度,這個是決定,所以諮詢基本上是假的,很清楚 這份是香港電台聲叻的一份政府的政策文件,升叻就是升level,升了什麼level呢? 第一,就是由一個架構協議,變成一個約將,由國長和台長簽,變成司長和台長簽,便是台舉你了,處長 第二,升叻就是原本一個顧問團,都已經搞定了,是跟港台提供意見,又不可以影響港台的,無故又升叻,弄了一個顧問委員會,然後有行政長官委任的 另外一個潮語,你實實解解,叫做超低能,這個政策是超低能的政策,因為有一個弱智特首,在2006年去委任一個公共廣播事務委員會, 以為我們,第一,解決港台的問題,第二,香港可能會有一個獨立的公共廣播機構,好像外國的PBS那樣,連台灣也有一個公視了,大哥,香港真是丟架,我告訴你,你做這個位處理的問題更加丟架了,香港人真是可憐,有一個特首,超低能的廣播政策, 在1984年,柳德會和行政局那時候委任了一個廣播事業檢討委員會,25年來毫無寸進, 我明天跟黃應時吃冷酒,我想他都是滿肚火的,局長有沒有跟他聊天啊? 出這份事的時候,有沒有問過他啊? 當然有啦,你說,是不是? 有都沒有嘛,因為你霸道嘛,你拍了板嘛! 06年,其中還有一個是我老友包雲龍死了,可能都是因為, 勃心勃命有肝癌,幫你去公共,就是啊,研究這個公共廣播,關起來,是不是? 你有沒有問過黃應時啊? 當初你現在拿一個陣陣有詞的理由就是,因為沒有講台粉,所以你那些民主派的人責任,是不是? 我今天就遷就你啦! 你潛台詞就是這樣,很過份,我覺得這個真的 香港人要的一個,獨立的公共廣播機構,不是作為政府部門的香港電台! 香港電台可以轉型成為這個公共廣播機構,我們沒有意見! 你可以修正那個報告書,但是你沒有的嘛! 蓄之高國,然後你現在自己定一個這樣的政策, 我幫你港台升級啦!你吵什麼呀! 員工有得擾啦!不用擔心沒得擾啦!何秀蘭那些支持港台那些全部擔心員工沒得擾啦! 擔心編輯自主,是不是? 現在我幫你搞定了!是不是? 這個是一個超低能的廣播政策! 各位! 你繼續去混淆這個香港電台, 又作為一個政府部門, 又作為一個公共廣播機構的這種矛盾的角色, 繼續維持! 根本沒有解決到問題, 你就說解決了問題! 我現在不跟你講技術, 技術有很多東西跟你講! 我寫了份文件比你更長, 這個是我專長來的,我告訴你! 是不是? 好過分呀! 等一下再講我正在排隊! 吳阿儀! 佐久保安議員 謝謝主席! 主席 我今天特別來議員會, 因為現在設定要三個月, 那麼我們當然會重先預留啦! 那我們就聽到了! 毀文! 三個月都沒用了,因為你決定了嘛 這個諮詢是假的嘛 是不是? 即是我剛才是跟你講原則的問題 是不是? 那些技術問題是無謂跟你浪費氣啦 包括互聯網到處都是 我都做兩個互聯網電視電和電台 大多人聽 是不是? 但是你都沒有去想這件事的 根本是 是不是? 等一下下一個議題更好笑 有一條二十三條電訊條例 我們被人告的就是告二十三條 真是巧了 即是現在這個所謂 港台升呢 這份這個政策 我覺得有必要繼續講 毓民 因為現在時間夠了 即是這個議題不講了 跟著 我們會下一個立法年度的回憶 即刻 第一時間 我剛才同事都同意了 那麼今次的時間 亦都是一個諮詢開始 好嗎 那現在就 我們進入第二個 所以我們要去 去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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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看